這邊好,所以等下空間我也會從這邊來 然後我現在告訴你們的概念就是 你們畫的時候看它是藍色有沒有 就不要急著上藍色 你可以先上紫色或是淺藍有沒有 慢慢才加到變這種深藍 如果你一開始就上這種深藍的話 後面就沒什麼,沒什麼 沒吸藏 對,真的沒吸藏 就好像你吃咖哩 你一開始就吃超辣有沒有 那真的沒吸藏 就稍微先從微辣到中辣再到打辣 然後這個好好畫,為什麼呢? 因為這十月份有個比賽 他就是專門畫這個比賽 所以後來可以參加比賽 如果十月份來,不想來可以參加明年十月的比賽 老師要畫成怎樣才會得獎 就是你們畫完讓我修一修就可以參加比賽 因為要有門檻啊 要經過老師的手就能比賽 修一修就可以了 也沒有都有獎盃 那個比賽也很嚴格 通常如果每個都有獎盃 我就不會叫你們去參加 你有獎金嗎? 那個獎金 獎金 太少了 對,太少 然後那個先上膚色 膚色就是上暗面就好 先上暗面 你就用黃色加一點粉紅色有沒有 先這樣掃一點點就好 如果你的紙會 你畫完會變黑 就是你會沾到 鉛筆會變黑有沒有 你就把鉛筆線稍微弄淡一點點 先擦掉嗎? 對,先擦掉一點點 不要讓它這麼深 好,你看膚色都只上暗面 然後適當的留白 然後適當的留白 膚色 如果你膚色從頭上到尾 它就會變黑人 因為它會越上越深 這樣子 好,所以你看 你就上暗面 就好 你畫都留白有沒有 嗯 然後你看 後面這隻腳書 在它的後面有沒有 所以你就不用給它留白了 因為它在後面就直接上 整隻都暗的嗎? 對,整隻都暗的 然後有時候你覺得衣服不好看的話 你可以幫它改衣服 就是你不喜歡這個裙子有沒有 你就找一個你喜歡的裙子 把它變成它的裙子 然後有時候你覺得衣服不好看的話 就是一花接木 就是自己手動photo下服 好,那這樣我膚色就畫完了 畫好了 對,膚色就先這樣 然後我再畫衣服 衣服我就先 因為它是淺藍嘛 我就加很多顏色 顏色越豐富越好 就跟頭髮在一起 對對 頭髮最後再畫 我就先上 好,你就記得光線從這邊來 先畫出那個立體感 好,我都先上了一層顏色有沒有 這邊再上一下 好,膚色還有它的肚子這邊 放進去上來 然後第二層就開始上一些它的皺摺 衣服的皺摺 好,你看這 因為光線這邊來有沒有 為什麼會被加暗 因為這邊有頭的陰影在這裡 所以這邊加 還有胸部的下面 也會比較暗 就把那個皺摺畫出來 然後第二層就開始上一些它的皺摺 好,再畫一點衣服的上面的那些 好,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你看 衣服那種感覺已經慢慢的 出現了 然後顏色越多越好 然後做漸層 好,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你看 這樣看衣服已經有那個 有一個顏色了 先上一下 然後再畫裙子 裙子假設我不喜歡 它都是藍色 我是不是可以改它的顏色 我就稍微加點紫色 然後細節最後再畫 你先把那個整個 立體感畫出來 因為漸層裡面都會畫 所以你看我在畫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做漸層給它 因為這面積比較大 你可以做漸層 在上面 其實還是不要畫太長 然後你看接下來是有點高難度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個腿的那個 那個曲線在裙子裡面 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亮點留給這個腿 然後旁邊壓按 它那個腿的那個曲線才會出來 所以你要練習有透視眼的感覺 所以就是說不叫你們先畫裡面嗎 你才知道它的腿的位置在哪裡 就等於說你已經有透視眼 你知道它的腿在哪裡 所以我就把旁邊加按 把那個腿交出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我已經知道那個腿 是這個位置有沒有 我只有把旁邊壓按 每個地方是亮 對 因為它在最前面 你也不用刻意把它這樣瞄有沒有 我只是這邊壓按一點 然後這邊打一點模糊 模糊地帶 好你會發現其實 好像腿就隱隱約約從這邊出現了 然後因為裙子的上面一定比 對 裙子的下面一定比上面什麼 暗 好 所以加暗 你可以加別的顏色 你看我還加一點紅紫色 對 就你不要頭到尾都藍色 這樣很 很單調 那裙子的會很單調 你要加別的顏色 好再開始加一點深 好再幫它做更多層次 你真的看不出來 就像我腳你的 閉上一隻眼睛 看它的那個整個光線 然後再畫鞋子 嗯 鞋子比較好畫 塗上去就好了嗎 你還是要做墊塵 不是塗完之後就沒事了 如果它沒有的話再幫我按一下 那個錄影 好 等一下再修 好還畫包包 包包也畫了 所以看而且這個射箭筆是我的第一層 所以看我在第一層就已經開始做 一些很細的東西 有沒有 你畫後來會連裡面的那種縫線都會畫 因為等於說 你就慢慢越畫越細 等於說到後來會把質感都畫出來 那個衣服的質感 加一點咖啡色 就你如果覺得顏色太像了 你可以改變它的顏色 這隻手 這是手 手腕上 嗯 就類似這種套在手腕上 嗯 就類似這種套在手腕上 有時候為畫面需求 你可以改一下 好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活潑了 然後如果你這樣加的話 你這邊再上一點輻射給它 是不是 等一下給你看 是合理的 然後再外套 外套因為它已經在很後面的地方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 稍微用 對 你可以這邊外面稍微 這邊外套外面用淺一點有沒有 到裡面再深一點 為什麼裡面要深一點 因為我把這個人 衬托出來 那我就用這個顏色 雖然光線在這裡 因為我 這是後面的外套 我就是這邊淺 然後到這邊變深 然後這邊不用畫了 這邊只要有形就好了 就是等於說 你像素描那種 有那個形狀就好 然後這邊再加深 其實畫這個也是一種素描的概念 它筆斷掉 這才是要拿真實圖片 你看如果這次不是真實圖片 我用想像的話 根本就 畫不太出來 好 外套我先這樣 因為等一下要再慢慢處理細節 就讓你知道 你看 這是不是由淺到深 有沒有 這邊就是由 也就是由淺到深 然後頭髮 頭髮它顏色蠻多的 你可以用紫色 五光 五光再慢慢畫 通常我五光都最後在畫 因為我想要先把 衣服把它畫好 所以你五光